現年27歲的TVB藝人郭子豪 月初被控走後駕駛認罪後 這日下午就現身裁判法院 聽取法官的判刑結果 法官在庭上表示 《錦法官的報告》屬於正面 相信郭子豪對今次所犯的罪行有悔意 而且影響到工作 決定判郭子豪90小時社會服務令 及停牌12個月 另外需要自費參與駕駛改進課程 又告誡要配合《錦法官不要再犯》 離開法院後的郭子豪 對於判刑結果都表示十分尊重 所有事情都會繼續不分明 其實法律的事我就惆悉我公 不知道他有什麼財票 我覺得都會尊重 都會尊重 不知道緋聞女友鄧卓欣 在上庭之前又有沒有慰問一下郭子豪呢 這方面大家都有朋友 很多人都有關職 沒有其他人的報告 其實很多人都有祝福我 不是祝福我 不是祝福我 很多人都會祝福我 發訊息給我 公司的同事 任何人的親戚 大家都很緊張 任何者都會召喚 任何人